今天來我們想用莉莉絲來挑戰DVG 暗的龍黑金要怎麼設計才會比巴龍強 其實就很簡單阿 把他的結盤做得好一點 以下就超過阿 剛剛是回復力的這件事情 就可以做一下 然後其實你仔細研究 巴龍他的最大弱點就是 他只要遇到靜消暗就很痛苦 他只要做一個暗龍黑金 不會那麼怕靜消暗的 那就完美啦 然後巴龍還有一個重點是 他會根據他要炸出來的板去配置你的隊員的屬性 那所以說 你就可以設計一個 轉租 就是隊員配置比較自由 不會影響到你技能的那個 配方對不對 反正有太多設計可以繼續搞了 好 為什麼這隊武士T字型沒有吧 T字型頓是可以武士的嗎 還是要轉吧 對 最近的那個 最近的黑金 都全牛捧為主 所以我想 暗龍黑金 如果要設計有一點程度的話 那全牛捧就直接 咬打巴龍吧 巴龍只是在他比較 他的亮點在他比較無鬧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無序 等一下我應該也要消個高combo對不對 至少四康一下 不然那個雪初音好像會斷掉 塞一個無士 樹枝盾就很強了 你在湊光頭嗎 所以我們要看他的意義能 擋死一下 好 稍微手轉 還在湊光頭是這樣 只要燒的那一坨珠子 擺成梯就好了 不一定要轉梯 喔 所以說 這一隊就不用轉梯了 是不是 所以是這隊 所以所以 做球給粒粒絲 是這個意思嗎 那我們先進入個 融合模式吧 哇 真假的我試試看 有這麼神奇嗎 你只要 消一坨 九顆 試試看喔 這樣 這樣 包含天杖有消到梯就行了 是嗎 不行啊 是哪邊做錯了 要手消梯吧 我實測不行 對啊 他寫手批燒出來 你是不是在騙我 我那麼相信你耶 你為什麼會這樣騙我 好 再開一次輪魂 我幫大家死都是不行的 好嗎 不知道為什麼要騙我 大半夜的還要這樣子 差點沒爆氣 無辜受害者 真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要騙我啊 我看起來很好騙嗎 還真的很 還真的被騙到了 好我們開這個 我為什麼騙 欸 他又跳起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手轉 呃 我這邊 理想 是想 拉那個莉莉絲的角色珠狼 傷害比較高一點 然後轉了 20顆 反地梯可以 什麼叫做反地梯啊 什麼新潮的用語啊 反地梯 好 你講的是中文嗎 老哥 啊 黑科技 欸 按錯 好 反地梯是吧 這麼吵 我來試試看反地梯 反地梯喔各位 是這樣嗎 不會又騙我吧 反地梯真的可以嗎 不會騙我吧 反地梯 喔 酷 幹怎麼沒死 那隻有點小問題喔 喔好險他跳起來了 我又可以再打一次 真是 謝天謝地 謝老母 蛤 這為什麼會 這麼抓樣啊 對對 太抓了吧 反地梯 我跟你講我直接反地梯起來 真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欸他要跳起來了欸 哈哈 哇 火戀愛初音 大拇指的拔 無敵的拔 好解碎力 然後一定要 這邊一定要按住起手 然後手銷整半 相信大家都辦得到 應該吧 哈哈 啊這邊暫時不用 消T 雪出音 跳了 他左上方有他的 那個持續狀態啊 所以他跳的話 就跳啦 哈哈哈哈 他跳了又怎樣 好 欸他這個碎了是可以一直解的喔 好那我就不開他了 那這邊一樣是按住起手 然後要轉T了 這邊要轉T了 還一直以為要正T 沒有啊他就是 只要T都行 看起來是這樣 我怎麼感覺我轉得很爛啊 沒有火珠欸 這合理嗎 OK 欸真的蠻做球給莉莉絲的感覺 其實算輕鬆的欸 認真說 其實算輕鬆的欸 這邊的話我們用 千萬不要心出起手 心出起手 自己刷賽 用光珠轉個T好了 六字型的T也行 六字T 大王很愛幫那個 很愛幫你的招式取名欸 我這個叫六字T怎麼樣 可以這樣嗎 可以吧 斜的T也行吧 感覺 如果說新珠太多的話 可以開那個 呃 龍魂模式 還是我現在直接開給大家看 這樣 不一定要離開 呵呵呵 如果真的太多的話 好我們來個 倒T 說T就T的旅行 各位 水嗎 呵呵呵 全刀劍有戲嗎 當然有啊 全刀劍蠻輕鬆的吧 T突出去也可以 可以啊 他這個T蠻寬鬆的 好 他不一定要 很T 開個龍魂 卡 火珠 好 那就用它 按珠 按珠T一下 怎麼斜的T 呃 不然我來示範一下斜的T好了 斜的T 斜的T就長這樣 應該它的意思是這樣吧 斜的T 我來幫你測試看看可不可以 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 斜的T 好我還兩個斜的T T來T去 T T都歪了 應該這樣講啦 T 你轉90度 轉180 轉270 都行 你只要他是T 就好 呵呵呵 他只要求他是個T啊 那王關 沒問題 這邊直接手掌就好了 進龍魂魔射 這樣比較好 看你有沒有消到五顆暗珠 因為他這邊只有五顆暗珠 欸我按珠呢 欸不是五顆嗎 喔五顆剛好在這 對對不起 眼睛有點問題 呵呵呵 呵呵呵 好 T YT 好冷喔 真的有點冷欸 簡稱YT是怎樣 可以叫中指盾嗎 可以啊 如果你把它 轉成倒T的話 就是中指盾了 不能消光珠是吧 嗯 我們不怕這東西的 沒問題 撲不得 是說 絕手轉好啦 光珠有夠多欸 還是消一組光好了 喔只能走50步 我轉太多了 對不起 呵呵呵 他下面有天亮光 我這邊可以慢慢打吧 因為我們有這個初音 他可以 擋死 有沒有 神卡就在這邊 有多神 看就知道 龍魂 然後這個 千萬不能天降光珠 他如果說天降光珠的話 你就直接黑科技 呵呵呵 呵呵呵呵 那一定得黑的吧 對不對 欸 欸 這個就是斜梯操作 各位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斜梯操作 然後千萬不要光珠洗手 光珠洗手你再哭出來 OK 正常 欸 怎麼會抓癢啊 到底抓什麼癢啊 我要崩潰了 這樣下去好像過不了 怎麼辦 先開這個增傷一下好了 然後 還有什麼可以開啊 好啊 就這樣了 等一下轉彎再開龍科 試試看 然後這邊 不要消光吧 看我能不能做得到 哀傷打到王毅超吃運氣 會嗎 哀傷很吃運氣喔 為什麼哀傷很吃運氣 哀傷!! 哀傷這樣好了 哀傷她不要聽爛光珠 喔 可以喔 開個龍科 制裁你 這樣傷害是夠的 王關傷害有點腦場 好 進入到王二基本上都沒差了 因為敵人打不死你 我們這邊慢慢磨都能夠啊 好 這邊直接鎖著嘛 你只要十三康以上就行 帶黑九風巡音都行吧 你說解碎裂嗎 開按小獎巡音就不會有光了 沒事 我們血量是夠的 所以玩這隊那個 那個血量一定要 十五萬七以上 趕下要把我弄 等一下我直播結束再看好不好 火2講得夠嗎 我猜應該可以吧 好 阿圖姆出發 我不講話了 我直接認真轉珠 齊有點彎了是怎樣 齊還可以彎掉 這麼酷 這隊不用管 紅綠燈 直接手戰 聊天盾 剛才開阿圖姆沒拉角色珠 竟然轉不回來 喔對 打技能 拉個阿圖姆 像我們現在就是直接先拉阿圖姆 然後不要手銷這個阿圖姆的角色珠 就行 旗軟掉了 我會想辦法讓他再硬起來的 好吧大家等我 不是 旗不要硬起來啊 為什麼旗要硬起來 我們不要再立flag好不好 呵呵呵 認真打穩穩的過不就是很好嗎 好 第2關 那還沒進第2關啊是怎樣 我猜阿圖姆的技能應該要好了 所以這邊就不用拉角色珠 這樣 東莞紅綠燈直接帶走 如果 把他騎士用盾 體力不夠藥水來湊 第2關 再有他我們直接消光珠 這邊工作就是把你場面上面看到的所有光跟新珠都直接消掉 手消掉 然後標準梯子 這邊就是把行動值用到100% OK 應該是快了 千萬不要轉梯子喔 轉梯子直接暴斃 這個十字應該是OK 不要手消C就好了 OK行動值100%了可以帶走敵人 這邊我們直接開陀魔 然後拉個圖母的角色珠 然後 到畫面的方式去轉 這樣就可以 不手消光珠 然後把火珠全部消掉 都可以消 七字盾 圖母蠻猛的 對啊 劇本血隊就 萌萌的 好 這樣的話就 直接 下面 這個 起手到這裡 然後 開龍科 有機會看到第一彈幕出陰嗎 呃 應該是沒有 今天 我等一下會射最後兩隊 應該就是 同仁 跟水出陰吧 第二彈水出陰 大概這樣 好 龍科 增傷用 滴滴是我們蓋過了 第三關 來了 因為我們直接開 日本城 感覺可以先加個阿圖母耶 但還是算了 直接開好了 這個先開 二技能 再開 一技能 再開 九風王二技能 再開 五條老師 最後 我們直接 轉個梯 是說按住最好全消 還是按住轉梯阿 按住轉梯可能比較好一點 好 有梯子記得了 沒問題 謝謝各位提示 這樣隨便都破灶啊 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的話 就隨便轉 只要消六主豬就行了 但是 感覺 開阿圖母比較好轉 對 試試看 有沒有 這樣就直接六主豬的 一二三四五六 完全不用轉 然後再拉阿圖母的 小顆粥 阿圖母的日文語音真香 對啊 找那個 聲優老師來配給他 當爛鄉 接著我們再接 第二個阿圖母 然後繼續拉這個阿圖母角色出 要用 代言人黑家家過這關嗎 代言人黑家家應該是會過的 但是我今晚應該是 沒有要示板 因為要射的類似太多了 哇這對傷害很高耶 其實 這是一百兆嗎 為什麼突然傷害變那麼高的感覺 是我的錯覺嗎 好這的話我們直接 不要轉十字 不要手消十字 阿不是 不要手消T字型 起技能 但是要記得消豬 這樣才有天這樣 才能夠增加combo 重點是把這個 所有技能起到跳起來 最重要是那個 九風王 黑花九風王跳起來 對這關看 平坦就可以了 但我還是想開一點技能 比較無腦過 好 差不多了 現在可以開技能 這裡的話我們就 開阿圖母 加這個 先生 然後轉 按十字 按T字型 一直講錯 按T OK 毛就可以過了吧 王關 謝謝 這裡 這裡 首先我們 先開 日本城雙技能 先開二,再開一,然後再開黑話,酒風,第二季 然後再開圖母姐,然後直接扁 水出音能夠這關嗎? 第二彈的水出音嗎?那肯定沒問題啊 不是拼圖盾,折折折 這關卡沒有拼圖 好啊,應該過了啦 然後無視拼圖啊,所以... 啊不是,無視紅綠燈,這邊直接手轉 然後記得消T字形,應該就可以了 這邊敵人也打不死你了,所以... 就這樣子,呵呵呵 手轉到過就好了 阿倫你想要快一點嗎? 可能可以開個龍科吧 但我覺得不用開龍科啦,傷害都夠了 T字,T字是拼圖 算進階版的拼圖吧 呵呵呵 好,那我們就這隊,來挑戰第一集,出發! 米卡殺小五鼠也打五鼠,是可以換啦,可是... 你要按屬性夠多,那個五十顆暗珠的那一關才會比較好過啊 所以我覺得這隊,屬起來已經很極限了耶 不然就是...好像也不太能換了 暗萊牙也可以嗎? 可是暗萊牙要消五鼠的珠嘴才會追打 你要確保你不會卡珠欸 要不然就是搭配那個,也可以啦 暗萊牙也絕對可以,就是... 你得要... 你得要搭配...這個暗二獎一起開 那應該也是可以 好,應該也是沒有問題 開了,開到幾點! 這隊打完就關啦 水屋換新瓶就好了 這可以換啦,可是我不太想要用... 不太想要用天選的卡片就是... 好,那我們這邊洗... 在洗衣盒的下盒,直接鎖在那裡走 超氣茉莉 欸,在洗衣盒 對 他CDE的時候再帶走 敵人 這個不用轉紅綠燈 他沒有骷髏頭 就暗屬性的追打無鼠會比較好玩 暗屬性多帶一點 好,那這邊可以手轉了 這邊就要轉...T字型 帶走敵人 然後又要消紅綠燈 沒問題 這裡 停下到62康 直接帶走 第二關 這裡我們直接開爆發再走 按水屋 再按水初音未來 然後拉角色珠 排一個T字型 然後... 這裡如果你有... 你有那個光珠的話也可以手消 因為他是反手消的 好,輕降直接到... 49康 傷害應該是蠻夠的 即使我們傷害只剩一趟 你看 都打了兩千億了 他才一千多億的血量 那這邊我們再開這個 然後... 直接手轉 就行了 那也可以再開這個 右邊固板比較好轉 那我們就... 欸,這樣子 不要凸出去啊 好,剛好20顆珠子 左邊全消完 右邊消15顆就可以 達到... 20顆珠子能消除 右衛門就是我帶的這個啊 好,那的話就是... 先開這個 然後直接手轉 把場面所有的... 暗珠給消掉 雜珠的話可以放旁邊 主要是中間那個... 暗珠系隊員的直行 一定要消乾淨 那天降會比較多 轉珠沒那麼厲害的巴龍隊 最佳選擇 對啊 巴龍隊你永遠的好朋友 好,這的話我們... 第二回合就是要轉一個... 倒梯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推過了 好滴 好滴 來到第四關 到底也是直接手轉就行啊 好 然後消一組T字型 加上手消六組的... 珠珠 重點是... 轉完要開龍科 龍科開了就可以直接回滿血 阿圖姆我們剛剛有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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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看阿圖姆的話 你可以稍微的... 把我們直播... 倒回去一點點看 所以我們可以去捕了 這個分數其實不重要阿 你只要有開龍科它就會直接回滿血了 所以完全不用...分數也能過 剛起床是不是 沒問題 那我們直播很長 可以慢慢回放 OK Let's go 然後 就 接下來第二回合就把 所有水珠轉在一起 就可以消失致死 再來到 第五關 下面一位 好 這邊 如果說你對轉珠不太有信心的話 其實可以開這個 開這個應該要 然後就把所有暗珠給消掉 看到這邊暗珠是這樣 左邊已經顧板了 就不用碰他了 轉右邊的暗珠 然後還要轉一組梯字型 就可以帶走敵人 應該過了吧 接下來都靠手轉命一下就行 直接單手玩陰游 對阿 我剛才那個就是 單手玩陰游的意思 開這個 一坨暗珠送給他 只要暗珠全 全轉到就好了 全轉成一坨 至少是一個正方形九宮格的那個暗珠量就行了 四點囉 真的耶 玩什麼就是這麼開心 不知不覺 但是一直玩 這邊轉一組梯字型 應該差不多就過了啦 好 水出陰 寶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